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前日 一名公開大學的學生 就去到西九龍中心的美食廣場用線 他在吃吃吃吃吃吃去到南店 這個空姐牛肉飯前面拍一張照片 馬上就遭到兩名便衣警員逮捕 先說他是侵犯警員的私隱 就說他拍這個警察 繼而拘捕到警署後 發現他的背包裡原來有支電筒 於是就改口 就變成要說青年襲警 以及用電筒照射警察 當然有沒有證據 你就要看看當時有沒有片段拍得到 不是說你也是 如果不是全世界都可以亂砌生豬肉 真是多餘的 好了 位於美食廣場的另一間黃店 叫做水門雞飯 這間店真的非常有創意 用了奇招來對抗濫捕 他提倡 叫顧客 只要拍到空姐牛肉飯的餐牌 就可以得到五元雞的優惠 他說明就是要對於警方濫捕的不滿 現場不少市民拍下空姐牛肉飯的餐牌以後 馬上轉身離開 去到水門雞飯的門口排隊 相信他們就是想領取五元的優惠 以及要懲罰這間黃店 所以真是奇招 一方面可以催谷自己的生意 另一方面可以為市民提供優惠 即是一家便宜就兩家著 其實西九龍中心相比其他商場來說 都算是比較開明的那間 大家看看他在Facebook那則貼文就知道了 他怎麼說呢 就說對於有便衣警員在本中心截查 並且帶走一名男子的事件 管理處是非常關注的 並且已經即時去涵了深水埗分區警署 作出了解 現正等待警署回覆 管理處就重申 基本上在不影響途人安全的情況之下 本中心的範圍裡面是可以進行拍照的 但是如果拍攝者會把拍攝的內容作公開播放的話 那就需要向管理處事先申請 就著有間的情況 管理處就已經加派了保安長羅 如果租戶有任何協助的需要 就可以跟管理處聯絡 即是告訴大家 他已經是表態了 是可以進行拍照 根本上拍照就沒有問題 這些警察都多餘 你不要砌人生豬肉 告訴你 那名青年是怎樣呢 被人抓抓48個小時來扣查 事實上是多餘 一件芝麻綠豆的小事 你竟然可以扣查 人家抓抓48個小時 擺明是想圍蘭人 擺明是想弄捕人 這幾天有什麼大事件發生 你深水埗警署抓了很多人進去嗎 要抓抓48個小時嗎 還是這件案件你認為是非常轟動全港的 根本上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而且還要人家的保釋金7千元 這些無聊案件 好心你就燒案了 多個鬼魚 還說人家襲警 你有證據就拿出來給我們市民鑑上一下 怎樣拿出來 從來都沒有在這個鏡頭面前說過 說襲警 根本上連電筒都沒有提述到 在整個故事裡頭 回到搜到別人的書包 有個電筒 就好像魚獲自保 好心你們這些警察 如果是襲警 你就抓他 你就拿一些證據出來 怎樣襲警 如果有電筒照射你也算是襲警 你很多警察要拿去坐牢 你那些襲擊市民 拿著那些強光燈 周階周巷在那裡照 照一兩秒就已經有殘影了 照一分鐘就簡直會猛 會失明 你這些警察都喪心病狂 這麼喜歡拿去照林鄭 拿去立法會那裡 林鄭今天是多餘的 睜大眼說謊 警察暴力是不存在 這個年輕人正正是受到警察的暴力 不單是他聲稱在警察裡頭被警察動 那麼簡單 而是制度的暴力 這些無聊的案件 拘捕48個小時 保釋金7千元 是否搞笑 甚麼大件事 是否愚蠢 這些是制度暴力 而且你律政司有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請問 是有告不是有告全方位 這樣配合警察去搞那些所謂止暴制亂 這些擺明就是司法迫害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再講講其他的黃店 我今天看到一宗消息 挺離譜 原來那些藍絲就開始去黃店那裡玩東西 他們怎樣玩呢 有一個網民公稱 他就說去黃店那裡買這個小食 排他前面那個老女人 就叫了全店最貴的大餐 當那個店長剪好了 加上醬汁以後 那個女人才大叫你們黃色經濟圈來的 那就跑了去圖枝夭 他所點的那個大餐都值七十元左右 只不過又不能夠留給第二位客人吃 那麼他就呼籲那些黃店 倘若是沒有座位提供的 就麻煩你收了錢才做那些食物 我整體上都覺得是同意這個觀點 而且就是 當這個情況持續下去的話 就真的要付諸實行 因為有些藍絲可能真的這麼空閒 爭日走去弄古造怪 弄古你的黃店 那麼難為那些黃絲走去排隊 排那麼長時間 才可以懲罰到你 突然之間就弄了一個七十元的浪費出來 一來就浪費食物 二來就虧錢 那當然是不能夠再賣出去 多數是賭掉 難道是留給另一個客人吃嗎 所以真的很愚蠢 如果真的持續這個情況的話 就真的要考慮一下這個建議 要認真 好了 除了這些玩意之外 有些人就開始在網上批評 有些黃店的食物做得差 或者是服務質素不好 或者那些碗碟 洗得不乾淨等等 需要改善 我都同意這些是 尤其是某最出名的那間什麼什麼冰室 真的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 問題就是網路上 不要太過苛窄 始終都是作為一個黃色經濟圈的龍頭 即是食店 希望他們有則改資無則加免 無謂因為太過苛窄的時候 就變成有些小朋友乘機乘虛而入 就不斷批評 不過一間食店老實說 黃藍是正見 好味是良知 最好是做得更好吃 你這樣才可以扣人心言 這樣才可以做到回頭客 如果長時間來說 都仲罰善觸塵 都沒有什麼作出改善 這樣來說 你就會使別人覺得 你純粹在消費運動的情懷 這樣就變成沒有那麼持續 最好你能夠提供一些具有水準的食物 我個人覺得不需要非常好吃 至少你能夠保持一貫平均的水準 就行了 不要比連鎖的快餐店 就行了 差一點就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太過令市民覺得難吃 難入口 這樣就有一點而拿過 到底是光顧你還是不光顧你 那些人會有些考慮 而且黃色經濟圈 除了光顧黃店以外 還需要以抵制藍店作為配合 否則效果都會有限 大家看到 比如說教協 你作為一個教育界龍頭的工會 你可否被揭發得到 走去跟美心合作 買這個年糕券 唉 何必呢 當大家市民都勝利權權 說不吃美心的時候 好心你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就聰明一點 對嗎 猛地給位置人入 這真是狡猾到極的 你是不應該的 對吧 大家都說 美心五淑青是有問題的 那些言論 大家都不去吃的時候 你就不要走去牽頭吃 真是離譜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講一下大公文匯 最後就要 似乎現在大公報和文匯報 每天都有一篇文章 都是講到關於黃色經濟圈 有多麼不濟 還有那些黃店是有多麼差 那些服務水平 或者食物的質素 那他的變相其實 就成為了一個黃藍店的認證機構 而且是權威 因為經過他所報導的 就肯定是黃到發金 對不對 他又不斷踩人家 而且還有一些記者 就走進黃店裡點餐 還統計到底要多久的時間才能送到餐 或者你那些食物的溫度不足等等 或者那些店員怎樣不耐煩 這些其實大家看起來就當笑 那些黃店你就要認真反思 到底他寫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話 你就真的要著手去改善 千萬不要說 大公文匯這樣寫 我們就專程不去改善 這個思維是不對的 如果他寫得中的話 你也要去改善 如果他寫的東西根本不是事實的話 那些食客去完一次之後 就已經知道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就自然會在Facebook或者網絡 把實情反映出來 加上大公文匯 他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看得到他們 都不會光顧黃店 所以如果他是亂寫的 你又不需要太大的擔心 如果他寫得中 反而你就真的要認真 來著手改善 你可以使得黃色經濟血持續下去 至少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換屆的時候 可以先打倒張宇人 記得黃店在飲食界一定要去登記做選民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